没有表演的成分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但是有一样的就是说 我们很放松的弟子和弟子们在推手呢 就是在试这里握劲 因为他们是学者 并不是和我在这较劲来 严芳介绍 视频中的那些徒弟 蹦跳或者就地打滚 其实是在画劲 他就画劲 他不画他不跳 他就栽倒 他就摔 为什么新学类多部分爱摔 是因为他还没有化解的这个能力 至于网友的质疑 最多的隔空打人 严芳的弟子给予了这样的解释 打的时候我感觉就有种气体 直接就不个抗拒的气体就过来了 你不跳不行 记得往后跳 不跳你就憋的话 自然就把你打飞了 而陈小旺也开始变得满脸通红 正承受着普通人类 无法承受的冲击力 连受力点触的胸口都已经变形 双方的徒弟们也看得很紧张 此时陈小旺的脚步开始向后滑动 左脚已经打开八卦图的边缘 随时都有被推出圆圈的可能 时间到 好险啊 千军一发的时刻 陈小旺守住了第一回合 龙武看起来很不服气 而陈小旺也算是涉险过关 年近七十的他 还有体力应付接下来的挑战吗 陈小旺长输一口气 第一轮的对决 让陈小旺已经耗费了大量元气 太极战装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首次交锋后 双方会怎样评价对手呢 第一次权力 没想到 龙武是陈小旺第一个 尽全力面对的对手 呃 丝毫发不出力量 一瞬间的时候 这个力量总是会 为他身上滑 他的力量虽然是很很大 是蛮力 因为我觉得刚才是第一次 这种接触 我也是第一次 接触这种力量 跟我们的直线性力量 对吗 有种区别 我可以理由可更 虽然伤到元气 但陈小旺依然信心满